主席 請次長 陳市長你早 我請教 我想 因為行政院版本委員會所提的 政黨法第四條 就是 政黨以中華民國 自由地區為其組織 這個區域 得設立 分支機構 但事務上 我想國民黨與民進黨 都有所謂的海外黨部 那本席 請問次長 若一第四條的內容通過 各政黨在海外的黨部組織 又應該要如何處理 在海外的組織不是以黨部的 這個名義 來運作 所以我們原則上 中華民國政黨當然是以我們的 這個 有效管轄的這個區域 為主 那其他的部分 應該是透過黨務 的運作 來做為 他的這個運行的這個方式 並不需要 在海外還有一個所謂的 海外的這個黨部 因為這個 是不是會違反其他國家的這個規定 也是要考量 但是那個 市長 海外黨部要不要納入政黨的管理 這個管理 你認為要不要 因為 當然國民黨也有 民進黨也有 像民進黨 美西黨部 美東黨部 加拿大黨部 大西洋州黨部 南美黨部 東南亞黨部 包括非洲 拉丁美洲 歐洲 這些啊 這個其實都有他們的黨部 那國民黨 當然也有 包括 美東美西 加拿大 包括英國 日本 澳洲 德國 這些都有海外黨部 這是存在的事實 你的看完呢 呃 這個 黨務的管理啊 是一回事 你如果是說 要一個組織的方式啊 來立案 其實過去 內政部 對於各個政黨 在海外的這個部分的分支機構 我們其實也是沒有 沒有辦法去管 沒有予以備查 那這次 海外黨部 要不要納入政黨法 來管理 因您看完呢 我們認為 還是以我們第四條 的這個 就是我們的管轄範圍裡面 自由 所以說 這個海外黨部就是 沒有辦法把它納入 整個的一個管理 是 那個次長 我再請教你喔 你認為各政黨的黨員名策 是否要送 內政部來備查 這個黨員的名策 原則上應該是要跟 其他的這個 人民團體啊 類似啊 我認為應該是他的這個組織 他的這個領導成員啊 跟我們所規定的組織裡面 的這個成員 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所規定的就是說 你要備案的時候 需要有至少一百人 一百人以上的黨員 來簽名 為了要確定是說 你有這樣的這個 可以備案的話 原來的那個一百人是必要的 至於後續的這個黨員的這個組織 我認為應該不是那麼樣的 那你認為 要是說 當這個政黨內部啊 發生會選啊 舞弊的時候 檢調機關 是不是應該向 該政黨 來查購黨員的名策 會不會發生這個 證據保全的這些問題啊 這些問題 應該就是回歸一般的這個 人民團體就好了 因為 對於政黨 我們是採用低度管理的 所以啊 只是啊 一個平台 大家都公平 在這個平台之內啊 讓他啊 可以比較簡單的這個成立 那至於說 他要享受國家的這個優惠啊 包括政黨的補助等等啊 這裡就要設定一個門檻啊 因為他將來啊 又有可能啊 會執政啊 所以對於就是說 他受到補助 然後這個推 推舉這個候選人的這個部分啊 我們這個門檻啊 就必須要有講究 對啊 其他的應該都要回覆到 正常的這個 有權就要有責嘛 當你接受到 政府的這些政黨補助 當然你要不受控管 對不對 那當然 我認為這是全責相互 所以說我認為說 這個政黨法的規範 本來就是應該 你有拿到政府的補助 本來就要受到規範 不是只有 單一的 針對性的 你認不認同 認同 我們的原則也是這樣 那個 次長 是 如何 來防止有心人士 用帶腳黨會 培養人頭黨員 來控制 這個人頭黨員 以獲取啊 該政黨 這個公職的提名 那你 你是我贊成 在院版 第十一條 這個文字 裡面啊 來做規範 來做規範 以杜絕這些人頭黨員的問題 你來看 委員 跟你們報告 是 譬如說 譬如說仲裁委員會 等等這些 自己要內控 不然的話 很容易就變成執政黨啊 很容易就藉著這些東西 這些啊 去干預政黨內部的這些